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意在美设厂的半导体企业 3月31号期可申请补贴 彭博社认为 芯片法案无法实现美国政府目标 日本防卫装备厅公布 2022财年主要研究成果 部分武器拥有所谓反击能力 能源成本高企 全球经济滞胀风险正在增大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如何发展绿色经济成为各国关心的话题 在刚刚闭幕的博鳌亚洲论坛上 中国做出了示范 3月31号 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闭幕 今年的年会上 能源转型是会场内的热门话题之一 会场外 中国则用实际行动做出了示范 俯瞰会场所在的琼海市东宇岛 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会议中心的屋顶 布满了光伏面板 为会场提供绿色能源 博鳌零碳示范区首批16个子项目 也在近日竣工 即将进入连条连式阶段 开启零碳试验 作为零碳示范区的一部分 东宇岛上首座光储充电站 已投入运行 悬站整合棚顶光伏发电 储能系统储电和充电桩用电多项技术 形成发储充一体的智能化系统 其中600千瓦超充液冷终端 利用液冷技术 能让普通电动汽车 在10分钟之内充满电 是目前行业内最快充电速度 事实上中国如何发展低碳经济 已经成为外媒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 彭博社记者近日在中国陕西省采访 看到不少住户和企业都安装了光伏面板 过去一提到光伏发电 很多人最先想到的 是在大面积开阔地带上建设的光伏电站 也就是所谓集中式光伏系统 而与之相对的分布式光伏系统 近年来的发展势头也十分迅猛 2022年 这些建在楼顶 屋顶 厂房顶 和蔬菜大棚的光伏系统新增装机量 已经占到全年新增光伏装机总量的近六成 媒媒统计以后发现 2022年 中国仅分布式光伏新增装机量一项数据 就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国家 全年所有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总量 彭博社认为 屋顶光伏的好处显而易见 对于住户来说 屋顶太阳能电池板发出的电 可以卖给电网获得更多收入 对于企业来说 屋顶光伏既能节约电力成本 又可以帮助供应链减碳 以满足海外客户日益严格的环保要求 媒媒表示 屋顶光伏已经成为中国光伏发电 乃至整体能源转型的重要推动力 数据显示中国光伏新增装机量已经连续十年 委屈全球首位 累计装机量连续八年排名世界第一 在中国第七大沙漠库布奇沙漠全球最大规模的沙哥荒风电光伏基地正在紧张建设中 沙哥荒是沙漠戈壁和荒漠的统称 我们正全速推进库布奇大基地先导工程项目建设 以完成厂力平整七千亩 目前现场施工机械120台 每日可完成厂力平整200亩 争取年底实现并网发电 中国荒漠化土地面积261万平方公里 占国土总面积的27% 光照墙 风力大 降水少等 是沙漠戈壁荒漠的主要成因 因此沙哥荒地区也是中国风能 太阳能资源负极地区 中国的沙哥荒成一条弧形带分布于西北 华北和东北地区 主要位于新疆 内蒙古 青海 甘肃 宁夏 陕西六省区 这六个省的风电资源占到技术开发量的全国的60%以上 光复资源 技术开发量占到全国的70%以上 而且地形平坦 开发建设条件好 与生态繁保 农业 林业 草原等其他根地来讲的话 受影响相对比较少 具备大规模发展的条件 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 2022年 中国风电光伏发电量首次突破1万亿千瓦时 达到1.19万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21% 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3.8% 接近全国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全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相当于减少国内二氧化碳排放 约22.6亿吨 就在3月26号 中国首座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 海油关南号从广东珠海起航前往海南文昌海域 海油关南号整体高度超200米 夜轮直径158米 转动一圈的面积相当于2.7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 海油关南号是我国第一个工作海域距离海岸线100公里以上 水深超过100米的漂浮式风电平台 为我国风电开发从前海走向深远海奠定坚实基础 近几年 中国近海风电资源开发利用以趋近饱和 且面临与近海养殖 渔业捕捞 航线开发等争夺有限资源等问题 发展空间受到挤压 而深远海可开发范围更广 风能资源更丰富 风速风频更优质 按照规划到2030年 中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 彭博社指出12亿千瓦可以满足目前美国全部电力需求 传统的交流电线缆在进行长距离输送的过程中 会损失大量电力 因此产生了对特制直流电输电线的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新能源产业的中国制造已经成为一张标志性的名片 2022年中国光伏产品出口总额约512.5亿美元 同比增长80.3% 再创历史新高 中国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为其他国家减排二氧化碳约5.73亿吨 核气减排28.3亿吨 约占全球同期可再生能源直算碳减排量的41% 当地时间的3月31号 拜登政府推出的两项有关供应链的重要法案 也就是芯片法案与通胀削减法案迎来了关键节点 美东部时间3月31号 美国财政部将公布通胀削减法案中有关新能源汽车补贴的实施细则 美国总统拜登2022年签署通胀削减法案 鼓励新能源产业发展 法案为新购买的新能源汽车提供最高7500美元的补贴 但前提是汽车的最终组装必须在北美完成 且电池原材料和零部件等也必须有一定比例 来自美国或与美国签订有自贸协定的国家 此外从31号起 计划在美国设立先进制程芯片工厂的企业 可正式向美国商务部提出补贴申请 你可能会知道有机器有机器 或者在你的电话 或者你可能会知道 只要多数 difference things in your life rely on chips 像你的器皂 及你的器皂 以及你的器皂 或部件的器皂 你的器皂 而一个的码炸 我们需要增加新增为新能量 美国在全球芯片制造业中的份额 从1990年的接近四成 下降到了目前的12% 苹果高通和英伟达等美国科技巨头 保留了尖端芯片的设计业务 但生产环节都外包给了 全球最大的芯片代工企业台积电 2022年8月 拜登签署芯片与科学法案 试图重振美国芯片制造业 作为美国国内最大的芯片制造商 英特尔正在亚利桑那州 新建两座总面积超过6万平方米的大型芯片工厂 据美媒统计 目前在全美范围内已有14家企业宣布 新建或已经开工建设22座芯片工厂 值得警惕的是 芯片法案中包含了针对中国的所谓护栏条款 按规定 受补贴的企业在中国等受关注国家 新增或增加产能将受到严格限制 10年内先进制程芯片的产能 不得增长超过5% 成熟制程芯片产能不能增长超过10% 华尔街日报认为 限制性条款对于很多亚洲企业来说 尤其棋手 这些公司已经在中国大陆 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 比如三星在中国西安 设有一家NAND闪存芯片厂 2022年 该工厂产量 约占全球同类产品总产量的16% SK海力市在无锡 建有一家DRAM内存芯片厂 产量约占全球DRAM内存产量的12%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指出 种种迹象表明 美国的产业政策似乎正在回归 所谓产业政策 指的是政府通过关税 出口管制 补贴和税收减免 直接注资等一系列手段 推动某些特定产业的发展 美国专家表示 美国是最不愿意持续使用 产业政策的发达经济体 但华盛顿通常在感觉到 严重的外部威胁时 便会接受产业政策 比如在冷战期间 通过政府的大力干预 和指导推动太空技术发展 与苏联展开竞赛 当下美国产业政策全面回归 但是这种产业政策背后的逻辑 其实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从原来的咨询市场竞争 转向现在美国致力于大国竞争 而政府干预现在已经成为 美国当下产业政策的主导模式 一方面 美国近年来紧锣密鼓地出台了 一系列的相关的产业立法 这些法案都是通过大规模的产业补贴 出口管制 实体制裁 包括一些安全审查 以及美国所谓的中国护栏等等手段 对关键的技术 关键的资源 关键的投资 采取更为严苛的这种限制 地图阻止他国的这种产业发展和科技进步 而另外一方面 美国则通过近岸加有岸的外包 来替代原来的离岸外包 试图打造价值观同盟 和排他性的供应链联盟 来从构以美国为主导的 全球转移链和供应链的格局 彭博社3月28号刊发社论称 芯片法案无法实现 美国政府设定的目标 更准确地说 该法案正在走向失败 文章认为 重振芯片制造业 仅靠资金支持是远远不够的 很多制约因素 并没有因为芯片法案的通过 而得到解决 以英特尔为例 该公司新建工厂 需要7000名建筑工人 完工后还需要3000人维护运营 美国当下的产业政策 尤其是这种动辄 几百亿上千亿的 这种有趋势的产业补贴 不仅会导致全球的 恶性的补贴竞赛 严重违反了WTO的 公平竞争原则 那么也更加破坏了 基于比较优势和 基于效率的国际分工格局 我认为这会让全球的 这种供应链产业链 变得更加脆弱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 可能会导致更多的这种双输 多输的这种复合博弈的局面 美国产业政策中 还有一项重要内容 就是单边和小多边出口管制 3月31号 日本经济产业省宣布 将高端半导体制造设备等 纳入出口管制范围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 东京电子和尼康等大约 10家日本企业将受到新规影响 今年1月 美国与日本荷兰 就严控芯片设备出口 达成三方协议 荷兰政府3月早些时候已经宣布 计划在今年夏天之前 开始实施新的出口管制政策 管制对象 预计将包括阿斯麦公司2020年 其以后推出的 多型身子外光刻机 美国不断加码出口管制的恶果 已经开始显现 数据显示 2022年4季度 美日和三国对华芯片设备出口额 均出现大幅减少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30号通报 美国华尔街日报的一名记者 因为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在俄罗斯城市 叶卡捷林堡被捕 美方否认指控 并要求俄方立即放人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3月30号在一份声明中说 嫌疑人名叫埃文 戈尔什科维奇 今年31岁 是美国华尔街日报 莫斯科站一名 得到俄外交部认证的记者 声明说 戈尔什科维奇 受美方指派 收集属于俄国家机密的 有关某俄防务企业经营活动的信息 俄罗斯莫斯科市一家法院 3月30号批准俄联邦安全局 对戈尔什科维奇的逮捕请求 积压期为两个月 根据俄罗斯刑法 如果法院认定 戈尔什科维奇的间谍罪成立 它将面临10到20年监禁 按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 佩斯科夫的说法 戈尔什科维奇 不是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而是在进行相关活动时 被当场抓获 俄罗斯国家台报道说 戈尔什科维奇是在一家餐厅被捕的 餐厅的工作人员回忆 当时他是被静悄悄地带走 特种部队没有参与 被捕后 戈尔什科维奇被从叶卡吉林堡 带到莫斯科的法院 俄媒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 戈尔什科维奇本人和他所工作的报社 均不认罪 但佩斯科夫强调 调查人员有充分的理由 将戈尔什科维奇逮捕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 针对戈尔什科维奇的指控 与他声称的新闻工作无关 戈尔什科维奇1991年出生 父母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 从苏联移民到美国 他曾为法国24新闻台 以及纽约时报等多家媒体工作 他从2022年2月开始 与华尔街日报合作 并对军工相关问题很感兴趣 俄媒称 他还曾接触过俄军事工业综合体 前专家维格涅尔 并试图获取一些军工厂的信息 围绕华尔街日报美籍记者 在俄被捕一事 美国政府30号作出回应 表示强烈谴责 同时表示正在就此事 与俄方直接接触 白宫发言人当天在记者会上说 拜登政府对戈尔什科维奇 被捕一事非常关切 并已与华尔街日报 及记者家人进行了接触 同一天美国国务院首席副发言人维丹特帕特尔表示 根据双边领事公约 美国驻俄使馆已要求俄方正式通报相关情况 并正在夜一忌日地与俄方沟通 为该记者寻求领事探视 日版防卫装备厅公布2022才年主要的研究成果 包括无人水下航行器 激光武器系统以及新型反舰导弹等 部分武器拥有所谓的反击能力 日本防卫装备厅当天公布的2022才年主要研究成果有三项 首先就是无人潜航器 据介绍 这款潜航器采用模块化设计 可以根据不同任务加载不同的组件 该项目是2018年立项 让基于2022年12月交付 无人装备是日本防卫省强化所谓防卫能力的核心方向之一 由于能减少战斗中的人员损失 且以较低成本破坏敌方装备 无人作战系统被视为颠覆现代战争模式的规则改变者 日本开发无人潜航器的目的 适用于布设和扫除水雷以及水下监视 以确保在西南岛屿方向上的海上和水下优势 此外 日本防卫装备厅宣称 激光武器研制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激光武器具有快速 灵活精确和抗电磁干扰等优异性能 在光电对抗 防空和战略防御中 可发挥独特的作用 日本官方公布的模拟动画显示 这款激光武器被安装在了移动平台 可对地方无人机群实施精准打击 2021财年预算中 日本防卫省拨款28亿日元 约合2100万美元用于车载激光系统的研制费用 日本防卫装备厅的另一项研究成果 是一款新型的反舰导弹 这是一种可以从陆地 海洋和空中等多平台发射的 新型反舰导弹 具备一定的隐身能力 躲过敌方雷达探测 日前 日本防卫省刚刚敲定一笔 向美国购买400枚战斧巡航导弹的订单 在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 日本政府明确宣称应拥有所谓的反击能力 也就是此前所称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 主要包括各类远程攻击性导弹以及与美军共同运用的综合防空与导弹防御系统 而日美军事同盟也将发生新的变化 从原先日本为顿 美国为毛的日守美攻转变为奇攻其守 好 更多内容再来看出速览 当地时间3月30号上午 印度古尔冈市火车站发生了惊险一幕 一名妇女和她的女儿在登上行驶中的火车时 没有抓稳 门把手 失去平衡 跌进站台和火车之间的缝隙 附近的值班警员及时发现跑来将二人救下 这一救人视频在印度社交媒体上走红 立功警员受到网友赞赏 3月30号 俄罗斯西南部罗斯托夫州遭遇大雪天气 导致了数千辆汽车拥堵在超过50公里长的联邦公路上 俄紧急情况部随后派出了166名救援人员 和包括74台道路设备在内的105辆装备展开了救援工作 救援人员切割道路中间的隔离带 以便受困车辆能够掉头疏散 3月31号 当地堵车路段缩短到30公里 扫雪工作继续 据YTN电视台报道 发生在韩国华川地区的山火大部分已被控制 3月30号中午受干燥和强风天气的影响 华川郡华川印一带发生山火 虽然当天下午17架直升机和500多名救火人员投入了灭火 但未能控制火势 之后 经过整夜的灭火作业 31号上午终于将烛火扑灭 初步估计约有相当于95个足球场面积的山林被毁 据日媒报道 从2023年4月1号起 日本要求骑自行车需佩戴头盔 尽管该规定不做处罚 但很多店面的头盔仍然供不应求 外观时尚的头盔和收纳头盔的背包大受欢迎 3月30号 东京一家自行车专卖店开门仅3个小时 头盔销量就达到了去年同期的约4倍 但记者当天在东京街头发现 骑行时佩戴头盔的比例还不高 近日 泰国南部多名儿童吃下来历不明的饼干后送院救治 之后 泰国食药局发现上述饼干含有四清大麻酚 它是两种最常见的大麻素之一 能使人兴奋 泰国食药局表示 这些饼干并非通过食药局渠道进口 也没有在网上销售 相信是有人走私进入泰国 提醒消费者购买货准进口的食品 以及留意其所含的成分 好 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 新亚洲文天下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各位观众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